亲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波拉这个执法 波拉属于一个右手的执法 那么它是一个右手 同时两根弦发声这样一个执法 所以它弹出来的是一个和声 那么在传统的古琴曲里面呢 一般这个和声就是一个八度音的关系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同音 这样一个波拉发出来的一个和声 是一个非常和谐的这样一个和声 那么波拉呢 就是是用右手的中鸣十三个手指 同时侧动两根弦 相邻的两根弦 那么入旋的时候叫波 初旋的时候叫拉 那么我先把波拉 那么这个曲子是练习曲四 我先把练习曲四的第一个小节 这个波拉弹一下 好 那么波拉的动作要领呢 第一是这三个手指必须并在一起 不能够散 出去的时候不能够出去以后手指就分散开了 这是不对的 出去以后手指还是并在一起的 那么古书上说波拉应该像鱿鱼白尾 那么我们知道鱼的尾巴它是一个整体 也有点像我们游泳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手手指是并在一起的 就像鱼的这个鳍鱼的尾巴一样 那么波拉用鱿鱼白尾来形容它应该说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波拉的动作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动作组成 那么一个是手指的弯直 那么波的时候就是手指由直变弯 拉的时候手指是由弯变直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手腕 那么手腕呢 侧动使得手掌的方向 波的时候是由掌心向下变成掌心向左 拉的时候是由掌心向左变成掌心向下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是小臂的动作 那么小臂有一点点从以肘为中心向内转 波的时候 拉的时候向外转 那么波拉是由这三个动作同时组成的 手指的弯直 掌心的左转右转 以及小臂的内旋外旋 那么这三个动作的核心是手腕 手腕 以手腕侧动掌心的翻转为侧动力 同时带动着手指的弯直和小臂的内转 这是波拉这个动作的要领 那么练习曲四呢 同时我们还练习另外一个指法 就是抓起 我们在波拉完了以后 大指是在七弦的七挥六分 那么这个时候大指轻轻的把这个弦抓起来 得一散声 发出一个散音的声音 空弦的声音 那么这个抓起呢 它是有一点点内波的这样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是由大指 那么指端指侧 稍微有一点向内 侧向给它一个力量 不要往上走 往上走容易打板 那么这样是一个 这就不叫抓起了 它是一个轻轻的 像跟琴弦方向侧面的这样一个侧动力 发出一个很轻的这样一个声音 这是抓起 好 那么第一小节 波拉抓起 那么这首练习曲呢 我在写的时候 也是想练习这种节奏 所以第一拍是 第一个波是一拍 拉是两拍 抓起是一拍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节奏型 所以是由短长短这样一个节奏型形成的 另外波拉的写法 在简次谱的写法 那么波呢 就是正体字的这个波 取右上方 那么在下面呢 最底下的两个数字是选号 所以中间的那个数字呢 是灰位 所以大家看第一个波 中间是大七六 那是指大指放在七挥六分 底下的七代表七弦 放在七弦的七挥六分 右边的散六 就是指是跟六弦的空弦同时发声 那么大家在波的时候呢 应该是中鸣十三个手指 先放在六弦上面 中指微微弯曲 这样保证中鸣十三个三个手指的指端是在一条直线上 而这一条直线就是六弦 就是这个空弦 先放在这里 然后同时指三个手指 由直变弯 同时掌心向左转 同时小臂向内旋 发出这个波的声音 那么拉是一个反向的动作 所以拉完了以后 掌心是向下的 掌心是向下的 手指是伸直的 但是这三个手指不能够让它散开 是在一起 然后轻轻的撞起 好 这就是波拉这个动作的要领 那么我把练习曲四的第一段完整的弹一点 我先不加戳住来弹这个练习曲四的第一段 好 下面我再加戳来弹一遍这首练习曲 所以大家是可以加戳的 好 那么再强调一点 这整首练习曲来说呢 它同时还要大家注意 在七八辉之间的五正音的辉位 也就是工商觉之语 这五个正音它的辉位 那么在七弦 是七辉六分 在六弦是七辉九分 在五弦是七辉六分 四弦也是七辉六分 三弦是七辉九分 那么二弦是七辉六分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这两个声音一定要取准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八度同音的关系 这是一点 另外波拉的读法 像第一小节 这个波拉 读法一般是从下往上念 叫大七六七 散六波 所以大七六说的是灰位 像后面那个数字七说的是悬号 散说的是灰位 散音 不按旋 不按旋 没有灰 所以它是散 散六 然后波 如果这个拉 拉出去的时候 左手的位置没有变化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连读 所以从第二小节开始 我们就是一种简写 就没有把拉的上面的灰位也都写出来了 就波和拉是写在一起 所以这个读法就是第二小节是大七九六 散五 波拉 这是波拉这个简字谱的读法 那么大家一定要形成一种三位一体的对于简字谱的认识 第一次是认识这个字形 看到这个字形呢 马上就要脑子里能反映出它是怎么读 因为它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字 看着像一个汉字 但它读起来是很多个汉字 看到这个字形 认识这个字形 同时听觉上反映出这个字形应该怎么读 像第二小节 这个就是大七九六 散五 波拉 看到这个字 就要脑子里反映出这个 acoustic 这个声响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要反映出在琴上应该怎么弹 那么视觉的字形 听觉的读法 和真正上手在琴上怎么弹 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关系 大家如果能够训练自己 在弹这个练习曲的时候 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要训练自己 形成这样一种对简字谱的字符 三位一体的这样一种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呢 最终通过练习 要成为一种条件反射般的直觉的这种反应 看到这个字形 就听到这个声音 就知道 就知道应该怎么弹 那么形成这样一种能力 是非常有用的 类似于我们学习一种新的语言 我们看到一个汉字 就脑子里形成它的读音 同时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也是三位一体的 好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么也请大家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大家点赞 谢谢 谢谢